今天這兩位 今天我們借戶下山 夜黑崩高 荷環深山中救難人員 正在緩慢護送兩名登山客下山 其中一人受傷了 山路崎嶇陡峭 眾人一步一驅 終於在凌晨兩點左右 安全抵達山下 成功救援本來應該皆大歡喜 但卻傳出待救登山客 等待過程不斷詢問救難人員 怎麼還沒到 怎麼那麼慢 讓救難人員相當無奈 在哪裡 要等多久 那時候就是擔心受怕的 所以他話馬目的 聽太多了 事情發生在南投荷環山區 兩名登山客攀登荷環山西風 但其中一名二十歲男子 不慎跌倒 傷及脊椎 報案求救 消防員獲報 前往救人 但沒想到兩名登山客 已經自行決定下山 救難人員只能先行撤回 等到晚上六點多 天色已黑 兩名登山客不敢隨意移動 又打電話求員 救難人員只好再次組織出發 才順利把人救出 出來的時候還遇到山崩 還要把石頭搬開 天候不佳 直升機無法出動 登山客受困 過於恐慌自行移動 延誤救援時間 把錯都怪到救難隊 記得曾偉強 陳廣淚 陳正茂南投報導 再次組織上äg